最近有一對姓哨的父子駕車返回北京時 兒子因為有中高風險地區的旅居時 試圖繞開進京防疫檢查 被通州公安行政拘留 黨媒央視27日報導這一事件 並引述北京衛健委官員的話說 如果民眾違反疫情相關規定 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北京市中文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從則宣稱 如果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可以判處死刑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輿論大滑 有大陸網友嘲諷 要不得病直接槍斃 一個城市有病例直接屠城得了 啥叫死刑啊 也有網友問 哪條刑法規定這是死刑 那些大貪官貪了那麼多錢 要不要死刑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解釋 所謂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指故意放火、絕水、爆炸、投毒等 造成重大傷害的情況下 最高刑罰可判死刑 如果一個人僅僅是沒有遵守政府 這種臨時性的所謂的防控措施、隔離措施 大陸前公安民主人士董廣平說 當局在恐嚇老百姓 董廣平說 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經造成很多的人道災難 中國自10月18號起爆發新一輪疫情 目前至少已蔓延至16省20多市 多地封城封戶、交通暫停 不僅居民生活困難 很多遊客也被困在疫區 處境越來越艱難 多位瑞麗居民告訴媒體 當地經歷五波疫情 封城一年多 許多人吃飯都成了問題 在微信上發布實情被消耗 說幾句埋怨話就抓你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中共防疫背後是一桩莊人權悲劇 例如在印尼 數萬名一帶一路的中國勞工 由於過於嚴苛的入境限制無法回國 造成工人抑鬱 多人上吊自殺 有中國勞工表示 對中共已經不抱希望 自2019年底湖北武漢爆發疫情以來 中共不斷以違反疫情規定打壓網民 近期中國對民間的打壓再加碼 10月27日 北京警方稱 已辦理涉及所謂疫情違法案件24起 刑事立案偵查19人 上海通報一名女子感染病毒被判刑 28日安徽通報 兩名醫生因接診發熱患者 被派刑一年三個月等等 董廣平說 中共大動作的震懾民間 目的是保明年北京冬奧會順利舉辦 冬奧會要想造成一定的影響 在疫情控制上 他就要採取措施了 不過 董廣平也說 目前很多國家都在抵制北京冬奧 中國大面積爆發疫情 最終能否舉辦冬奧會還難說 冬奧會的組織者也承認 疫情將是北京冬奧會的頭號挑戰